看看死亡的生物制品 有哪些是含有毒的微生物 或是会传染病菌 把资讯告诉家人朋友 体会佛陀的大慈悲 就在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般若讲座》 我以前在世面的身体 我想要一个人的计划 曾经有什么压力的 我以前是有个人的计划 我老婆身体的计划 我老婆身体来说 我老婆身体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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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陆绝尽 能够随着陆屋的社会 人家陆屋的陆屋 今天诸位朋友能够来到这边 有机会和大家相聚 感觉非常欢喜 首先祝福诸位迹象如意 在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传统 一个是世俗的传统 一个是宗教的传统 它们都保全了人们的生活 人们的健康 外在的环境发展 以及内心的安宁与相托 我们在这边的传统 所欣赏的分别人 是用了各种传统 的草原冠的传统 互相承过去的草原冠 就是在因敞统 身体的草原冠 就是在草原冠 他们的草原冠 人家里会在草原冠 都在草原冠 和草原冠 人家里会在草原冠 这样的草原冠 而有机会在此跟大家进行一些交流 而且在座诸位都是在各个领域 或者是各自的生活传统当中 有所发展 而且在学习方面都有非常高的成就 这是非常令人感到兴奋 而且是极其幸运的 那诸位有机会可以有受效于 以及生活在自由国度的这样子好的条件 实际上是值得信心的 这是我来说 我来说我来说 我来说我来说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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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需要知道的一点是 比起其他的生命形态 人的数量可以说是极其稀少的 比方说跟动物比起来 我们是那么样子的少 而虽然是如此 我们与他们却有许多的共同点 比如我们都想要获得快乐 我们都不想要痛苦 我们都同样有烦恼 哪怕是小虫也是一样 同样的我们也都有爱的能力 这是我们跟其他众生的共同点 应当要认知 我们就是因为心里面有爱 所以这一生有机会获得珍贵的人的生命 而人的生命有爱的能力 这也是非常特独特的 耶稣说 如果我们的证明 我们的证明 不从中的证明 他就能够赶快乐 他就能够赶快乐 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理性 他是人的 但有一个很好的教育 我们是很大的教育 这么大教育 他就能够赶快乐 而且他还有个好好的 他们也有大教育 我们是在学校中的教育 上的学校 还有我们是在学校中的学校 他们在学校 在学校中的学校 在学校中的学校 在学校的学校 我便想說是 那些人說我 那些人也想說 那些人就說 三年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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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年來 三年來 三年來 一年來 三年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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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人在背你背的又越好 steak下了 别带半长长长大长长 sexual 粉红暉飞四摆 全人长 willst 对他的做生werate 这个 bucks 我 scanning in the upper condition 这个是你的前者 新人大青 上面不是个人 我们 taking people 进市从中间请充递 第一手 自己能一顶 第二手要重称 你看到好演武器也沒說好演武器也會演武器 發展武器的演武器也會演武器 所以有演武器也會演武器 所以就很令人演武器而演武器 所以在演武器也有演武器 所以就很暢靜的樂程 完全沒有演武器就演武器 你都不能自己的所作为 让人家都讨论到什么东西 当然今天在这边坐在此处跟大家分享 并不是因为我非常有学问 与此相反的 我其实非常缺乏知识学问 我很小就进入佛门学习佛教的宗教教理 我所主要学到的 也没有什么太高深的道理 主要是关于因果业力的这些知识 而且我并不是只是从外在的这些 把它当成是一个身外物来看待 把它放在内心里面学到很多 我可以说是一生都把因果业力当成是 让我能够度过许多的困境 能够决断我人生的苦与乐的唯一的指标 我懂得真的不多 实际上我所懂得主要是 自己内心的真正的状态 真正的实况 以及因果业力的道理 仅此而已 透过懂得因果业力 我晓得该怎么样能够度过痛苦 怎么样能够从痛苦当中解脱出来 如果讲到学习的话 我没有那样好的条件 但是仅止这一点就足以让我安然的度过此生 那么在自己的学习方面 看到有人懂得因果业力的规律的智慧 所以今生能够安然的力量 这样的智慧其实来自于 所谓的解脱的觉悟的佛陀的本性 而佛陀的智慧是无量无边的 由于佛陀的智慧 所以我懂得因果业力的道理 而这样子的智慧是与内在分有的 有了这样子的认识之后 我的人生才得以度过苦难 而感受到许许多多快乐 所以在此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我们都有这样子慈爱的能力 慈爱是最重要的 因果业力是最重要的 在这一生当中 我能够跟你们分享的 主要都是这些道理 那么佛陀所讲的 所分享的智慧 无非是如何使 还没有展开的爱 能够展开 使已经展开的爱 不会退失 能够增长 如何能够真正的造就幸福 更快乐 如何能够避免痛苦 这个是佛陀跟我们分享的智慧 我也是从这样的智慧当中 得到了启发 所以晓得 到底什么东西是制造痛苦的 原因 然后因为这样子的原因 怎么样感受到痛苦 我是怎么样知道这一点的呢 我是透过亲身的经验 而获得确定的 也就是在我的人生经验当中 去实证了苦因导致苦果的 这么个因果规律的过程 所以我从此 从这个经验当中获得了启发 这就是我唯一所知道的 我这一生其实很缺乏教育 我缺乏知识学问 我能够懂的 其实就是一篇 称为《佛子星》 《三西宋》的经典里面 所告诉我们 该怎么样面对人生 然后人生当中 因果业力的这些道理 所以我很多的时间 虽然是花在煎熬当中度过的 遇到很多的困境 很多的苦难 但正因为能够接受 因果业力是唯一的信念 所以对我的人生 产生了很大的作用 所以不过 罗登的同意 阿玛的科学 在家里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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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家里做的事 他 GUI-ies 輝慶的輝慶的輝慶用了 在 PALAF場上為最激情用刺激做筆樹作的 電視纸统席 位置 starts砸壁 我們可以因此像是 但是我們不虞被借, 逃浪だから 這限前它就是 很多人 driven燃的 從後來又加上 我們不死 成功也要拉 就从我们的生命化 在我们的学生在学校 我们的学生在学校 哦 这跟平坡学 我们的学生在学校 学校的学校 教学校 那我们的学校 他所说的 那个人 学校的学校 我学校的学校 学校的学校 我们的学校 你可能會在這兒 Caroline的酸 她也有這比如說 她要去吃東西 要吃東西 就不吃東西 先吃東西 我可能會吃東西 不會吃東西 啦 你可能會吃東西 你也不吃東西 這個就是 我能吃東西 你們吃東西 那就是我心想切片 他不早就要去判斟 但是我跟他说 我绝读你的 不定是在一起 他在比较 dire从小时 这都是发生的 这就是这个刺属的 刺的动物 我上的是 我现在已经在我的 我后来的 我以下的 这个字幕在一起在最后的醒来 一顿一顿之鲜 像是在周边的处理 像是这样的样子 有什么样的 要看看这个人的仗子 如果一看不就能够或议清 所以我也还有大衣 所以 坚持第五个东西 我认识的话 下一是主义的 但是他一直以来 我认识这个动物 好多的教徒 变成为歸一三宝的身份 小时候 在小时 10岁的时候 跟着父母去接受了所谓 龟邪 成为了国教徒 变成那个归一三宝的身份 但当时对于 什么叫做归一三宝 什么叫做信仰和教 其实是不懂得 也不太去思考这些问题 只是因为我父亲认为 宗教信仰非常的重要 因果业力的道理非常的重要 所以他反复的一直教我这些道理 但即便父亲这样子教导我 我还是不太有概念 因为实在是听不太懂 而且呢也没有太强烈的信心 我对于这些是没什么概念 只是跟随着父母的信仰 也觉得这样子相信着 但是真正的思想 并没有在内心当中萌芽 一直到后来生活当中 遇到各式各样的苦难 才发现过去父亲所说的 因果业力的重要性 确实真的就体现在这当中了 随归三宝的重要性 它能够为生命带来 暂时的利益跟长远的安乐 我也才真正的见证了 它的道理 所以对生真事是有益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真的是要等到痛苦发生的 困境发生的时候 才晓得正是在痛苦的情形之下 才能够晓得这些道理都是真实不虚的 这些痛苦跟困境是来自于外在的 可是启发是来自于自己内心的 我能够确定之所以会受苦 跟我自己过去所做的一切是息息相关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我过去生当中持续的有着烦恼 烦恼就像是种子一样 当外在条件介入的时候 适当的条件介入时 它就有机会发芽 它就有机会成熟 而我今生所遇到的苦难 并不是我真正痛苦的来源 这不是痛苦的成因 而是外在的辅助的次要条件而已 我之所以会受到这些苦 只是因为暂时的违缘 暂时的因缘所导致 就是这些外缘促成了当初的种子发芽 仅此而已 所以我能够确定的 包括我被关到监狱这些 看起来好像是果价失于我的惩罚 实际上跟我自己过去生的业力 是息息相关的 我是从自己所造的因果 自己所造的业去思考这个问题的 没错 我是被国家关到监狱里面的 可是这个只是外缘而已 这个只是次要条件而已 根本上让我导致痛苦被下狱的原主因 还是我自己过去所造的烦恼 就像是我们都说 身体里面有好菌跟坏菌 当我想到这个想法的时候 我仔细想想 如果我们常常培养慈心跟悲心 它真正能够帮助我们 慈悲心对我们的身心都是有益的 它的效果就是所谓的好菌的影响 与此相反的 如果我们总是心里面有很多的烦恼 任其滋生的话 不仅是会让坏菌增生 也会让我们的身体感受到实质的痛苦 身心都会因烦恼 因为这样子的苦因而导致苦难的 所以真正讲起来 包括我们的身心的健康 跟这个我们心里面 到底是不是有慈悲还是烦恼 也是息息相关的 能够懂得这一点 我把它挥功于智慧 正因为有了智慧 所以能够看得清 凡事都是有其因果的 正因为凡事有其因果 所以在行为上 更加需要谨慎 要小心 并且在外在的物质 武光死射的社会 我应该要更加的地方 不要陷入执迷当中 不要去伤害其他众生 应该要尽量地从事有力的行为 要尽量地发挥自己的能力 去帮助其他众生 我真正能够懂的这一点 其实都是仰赖 对因果业力的信任 以及能够通达这一点的智慧 这就是为什么 我到任何一个地方 总是要宣扬 宣说因果业力到尾的 波子行三七宋 我到哪一个地方一定会先问 这个地方有没有翻译波子行三七宋 如果能够把波子行三七宋 翻译成当地的语文 那我就愿意去 因为到了那个地方 我有一个东西 可以跟大家做交流 如果当地并没有翻译波子行三七宋的话 对我来讲 前往这个地方去弘法 就没有太大的意义 那假使说这个地方 它已经翻译了波子行三七宋 那么我去过那边以后 就能够产生真正实质上的效果 因为所翻译出来的内容 对于人们学习相关的道理 是有益的 对于人们如何能够接纳痛苦 如何能够转化自己的痛苦 乃至于在将来造就自身的快乐 都是有直接的帮助的 所以无论到何时 到何地 我总是要推广 这样这么一步小小的册子 希望他们能够翻译各种余吻 因为咱们在六一马头 六一的一马头 他记录的南方 我们六的南方 六的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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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能六二的 没有任何人的 这咱们在三岗地上 南米的先的 军队 山口律 南米的先的军队 没有任何人的 所以这些 记录开来的 孤独 他们的孤独 孤独 孤独 那些根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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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 那些人都在乒乓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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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裡有很多人 都在家裡有很多人 那些人有很多人 他們有很多人 我們在三公里裡 他們在三公里 也有很多人 也有很多人 他們在三公里 他們在三公里 他們都在三公里 他們都在去 我没 iets不喜欢 esa。 那绝going里 tale zzsg сказать, 如果 eas? 大оры 回忍 ? ילess? spaghetti 意味 词 词 词 不知道 词 词 词 我没有参加这是事物的 皮疗山马和西亚的士尸 亚美的家人发生了 在山丁共里面 山丁的山丁的参加 不过山丁的参加 他曾经过参加山丁的参加 他不在山丁丁的参加 中国人里有参加 与我们在一手塞里的出来 我们只是说 我们不在这儿 我们也可以去美国 我们也不能和自己做这个 对我们这样子 我给你们看 我们就不像这样子 这也很像这样子 我们正在这儿 我们就很像这样子 我们这样子 现在就像这样子 她猜她的根性壇部了 副院子 父母 女子 母子 母女子 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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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在自己的窖里 梶子 Tak??? 那这样子是 心里道 über在家里 捏决了他们 无论就是被他在家里 但这些人说 这些人说 太箭了他 那我们就是出国的法庭 在这个世界上 如同刚刚跟你们分享的主要两种传统 一个就是世俗的传统 一个是宗教心灵的传统 那不管是宗教传统 或者是世俗的人间的传统 他们最终的目的或者是关怀是什么 其实是为了要创造外在和平的改善 以及内在人心的幸福跟和平 都是在谈这唯一的道理 让人的内在和外在都能够获得幸福快乐 这个是一切的传统 包括宗教跟世俗人伦的传统 它的主要目的 不管你今天信仰成的宗教 你都会有你所信奉的对象 信奉的主 或者是你所信奉的教主 无论我们认为这个外在的教主是谁 其实他给我们的都是类似的 他给我们的都是如何能够改善内心 让内心获得宁静跟快乐 改善外在环境 让人们获得更加的舒适 大家都讲同样的道 只是在讲的方法上有所不同而已 以佛教的信仰来讲 佛陀就提到能够造就内在的幸福跟宁静 以及外在环境的安宁 需要仰赐智慧 那什么样的智慧 在什么样的情况能够增长我们的智慧 需要以慈悲作为助办 作为助援 让智慧能够更加的增强 所以智慧跟慈悲就称为佛陀主要的教义 他在佛教里面被称为法 当佛陀在谈什么叫做痛苦的成因的时候 他的分析之下指出了 自我中心是最严重的痛苦之因 它是最根本的来源 所以如果我们要造就幸福快乐 跟外在环境的改变 就必须要从自我中心这样子的想法下手 能够对付自我中心的主要就是慈悲心 就好像今天一个母亲 她的孩子正在受苦 她想要改变孩子的苦的话 就需要先知道孩子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从她所出的问题的根本成因上面去解决 然后晓得 原来这孩子所需要的是慈悲心的对待 需要有人对她友善 然后才能够改变这个孩子的秘密 同样的活动告诉我们的方法也是这个样子 告诉我们以慈心跟悲心才能够化解自她的痛苦 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自她的问题 不管从 如果从一个相信前后世的观念来讲 今生也好来世也好 一切的问题都跟自我中心是有关的 我们的痛苦的成因造就恶业的成因都来自于此 那么如果是要创造外在环境的改变 我们的心一定要先从内在的心 先产生改变 当我们内心的氛围是转变成为幸福跟宁静跟快乐 我们在外在才有可能产生真实的改变 那个就像是 我到哪里其实都跟大家谈同样的道理 如果说谈到比方说我到任何一个国家 我都会跟人家有很多的交谈 但在这些交谈当中 其实我都不会用到手机 我这么久了 我还是不晓得怎么用手机 但是我还是晓得要跟人家沟通 要谈什么东西 我要谈的总是刺激跟悲心 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的问题 那么多的冲突 比方说很多的军事冲突 它是以经济之名 所以做这个军武的冲突 但是它根本的问题来自于什么 根本的问题来自于 内心缺乏宁静跟快乐 这些人不懂得前因后果之间的关系 所以他们就罔顾他人的利益 以自我中心为主 带来很多的伤害 不管今天您知信仰佛教也好 信仰任何的宗教信仰者 没有信仰的人也好 大家都应该认识到 我们要创造自己跟他人的快乐 都仰仗自身以及自身对国家跟社会 宁静跟祥和的追求 如果说大家作为一个国家的人民 能够希望国家能够抢胜 能够国家能够和谐安宁的话 那么这个国家才会有发展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守护自己的国家 每一个人都能够和谐的相处的话 在这当中的人们自然会获得快乐 当我们说要守护自己的国家的时候 冲突是非常需要避免的 越是能够和睦 我们才能够真实的保护国家的 所有的成员的幸福跟快乐 人们应该懂得 作为自己一个个人的身份 如何能够去念其他人的恩 去报效国家以及报效自己的社会 如果我们只想到自己 那么我们的慈心跟悲心 其实是非常狭隘的 非常小的 我们应该扣大我们的心量 我们要增强我们的慈悲性的范围 增强慈悲性的范围 是我们的首要之物 是创造我们的快乐 减低我们痛苦的首要之物 而具体的方法 佛陀他有给我们引导 这个就是他所谓的教法 在这些具体的运用上面 我们有很多的参考点 可以去思考 比方说像我们应该要如何的感恩 感念他人对自己的恩德 包括自己的父母 包括自己的老师 包括国家对自己的恩惠 我们要怎么样提升自己 那颗本具的慈悲心 我们怎么样能够忠心的发起 这样子的本来具有的美德 这个都是我在这边 诚心的希望跟大家分享的 我们要改变这个社会 唯有透过改变自己的内心 改变自己的想法 让我们不在那么自我中心 让我们更加的有慈悲心 对待自己跟对待社会 如此一来 当社会整个产生大的改变的时候 不管是经济 不管是人际关系 不管是方方便便 都会获得改善 这是为什么我说 不管到哪一个国家 跟大家谈的主题 都是业力因果 都是慈性跟慈性 主要的原因在慈性 因为当我们真正能够接受这些道理 真正懂得凡事都有其因果的话 我们才能够避免未来的苦恼 我们避免未来的痛苦 能够创造未来的快乐 以上就是我跟大家想要做分享也好 想要做的介绍 也就是如此 我们就开始问了 好 那现在开始问答 有了 你中文的 先等一下要念读文 我说里面还是读文 里面好了 今天今天开始有了 今天今天没有了 我们闹施调哎 真的 parallel 全部都没办法 专属于 還熟年來 才是整家 ему 衹生不合的 陈心無跟arte 跟著陈壤 如果這另外 遇到 藏祟 呃 authoritarian中盟了 穩德 不穩而遇到 穩德 不穩以後 穩德 不穩以後 在金岳上 我想搞不穩 003 名字 還在讀判 太少了 大四十零 六十零 三十零 三十零 二十零 这个问题是一个人临终那一刻 要如何做到心无关爱不恐惧 而目前的回答是 我们之所以会恐惧 我们之所以会忧闹 其实最根本的问题在于自我的观念 我们一生都在强化自我的这个概念 比方说当桌上有个小杯子 你也会制作 这个是属于我的杯子 即便是这么一个小东西 你在上面都会附贴着自我的概念 这个就是我们最根本的恐惧心的来源 只要自我的概念仍然存在 恐惧就是免不了的 那怎么样解决自我呢 主要就要从慈心跟悲心下手 因为慈悲心它不是向内的 它不是一直在探寻自我的 它是向外的 所以它能够真正的保护我们 它真正的能够让我们面临恐惧心 因为它不是一直在强化自我的 你有多强的慈悲心 相应的你的心就多勇敢 比方说佛教所讲的菩萨的这个概念 菩萨它的范语叫做菩提萨 意思就是内心的勇士 也就是说当它拥有真正的慈心跟悲心的时候 它的心就是勇敢的 用辟语来讲它就像是一个上场杀敌的勇士 它因为有勇气所以它不会恐惧 同样的菩萨因为心里面有慈悲心 所以它不会害怕 这就是刚刚为什么跟大家说 用慈悲心来解决恐惧心 而且即便我们真正死亡了 但是那只是肉体的消亡 我们的心会延续的 心并不会随着肉体的死亡而告终 所以它的延续会让我们的 慈心跟悲心的价值得以延续 让我们的恐惧也就能够消亡了 所以你要解决恐惧心 首先就必须要从无有限制的 没有偏袒的慈心 关爱其他众生的心开始作息 当然具体的方法 你也可以按照佛头给予的建议 你也可以从小数左手 比方说刚刚跟大家分享的 从意念自己的父母对自己的恩德 师长对自己的恩德 国家对自己的恩德 或者如果是作为佛教信仰者 你可以去意念佛头的恩德 法的重要性 或者是因果业力的道理 你可以去想信心的价值 慈心的价值 背心的价值 这些都会有帮助的 人家的价值 是否在学生在学生的学生 我实在学生是聪明的乐生 现在他们学生的学生 很多事 没什么学生 有看到 没什么学生 不那些こと 没什么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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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过 我打开扮 自我中心就有点像是冰块 而没有自我中心的智慧 我们称之为无我的智慧 它就像是海洋 它是流动的 而那个自我中心是僵化的流动 冰块一样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小孩子 从小他就非常的紧动 他的恐惧心很强 这个就说明了 他的自我中心 防卫意识是非常强的 可是有些孩子 他天生就是跟谁交往 他都是非常的从容大度 这个就说明了他的自我中心 是比较弱的 这个就表示着 你的自我中心越强 你的恐惧心就会相应的越增强 好 那我们这个议题再上等 那这个议题就是 一个人临终那一刻 那如何做到心不挂碍不恐惧 那有没有要续谈的 还是这个议题就OK 我们往下一个 乃华这样OK吗 有没有需要再 对这个议题要再续谈的 有需要再续谈吗 如果没有续谈的话 我们就下一个议题 我想 议题还是 议题我还是先说一下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第二问题 第二问题是 财富的意义 这个就是陈京党听不懂的 那我来看看大家 是不是懂了 来来来来 现在来 我们到底是先收钱的健身教练 还是应该是后结账的医院主治大夫 不知道 不知道我们困扯师兄 怎么样 发一个议题 我可以 我先跟你确认一下 就是 您的意思是不是说 我们要先顾好自己的利益 再去协助他人 或者是相反 先协助他人 再来顾全自身的利益 您的意思是这样的吗 是的 哇 好吧 是我只能莫络 滚崩师兄爷 哇 最终于解开了谜题 曾经你刚才了解了吗 没 我们俩想了一个礼拜 没有 我们俄罗词是在 特别的 都一起留級地 特别的 特别人 农业党的农业 农党 杨打斑地 当了 我们俄罗词 当时 我们俄罗词 把 咗 刚才 我们现在来介绍总人的名 例外人總算还没有特别装 这本来小� Coc Gm 你们是非虜不虜 你贴建得起那些被购去的 全部都在zone仍在沙徒 都在家里亚厚 的毛病相对你现在的味道 都在为女犧牙 这都不见了 你贴学生的年子 全部都是被购就在的 这就是疼惨了 人家被贴运得完全消滅了 如何是这个日常的 他贴住了 那这次了 那他们的老老共犯簿 也是 老老共犯罪刑 让人家以来 与人家打授 人家打授 人家打授 人们现在回答就是说 这两者没有根本的汉阁 其实在做事的时候可以兼具自立 也可以兼具利他的 他不是说非有一个先后跟主次 其实你可以先想到 当你想到的事先把别人放在前面的话 其实自己的好处也会随之而来的 如果这样讲的话就是先顾好他人的利益 再来考虑自己的好处 如果这样的话 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 我们去强调工作其实你要做的事情其实是一样 不管你今天经商也好 你今天是经营工厂 或什么样子的产业都好 如果你今天想的是透过我这个产业 能够给很多人带来好处 这好处当中当然也包括自身跟自己股东的利润固然也都在 但是比方说你今天要生产产品 你的产品自然是要顾到品质 这是你本来本分里面该做的事情 你不要让它是味貌的 是赢品 是一个品质高的东西 自然会让你创造利润 当你把你的本分顾好 你做好你的东西 这个东西本身就能够帮助到他人 那因为他的品质好 所以他一定会能够给你带来利润 所以这两者它不是静和的关系 所以如果我们心里面是先想到 我怎么样把事情做好 我怎么样能够帮助别人 我怎么样把自己分内工作做好 那个财富自然会来的 然后当你有了这些财富 下一个问题就是你怎么样能够善用你的财富 比方说你想到的不要只是成全自己 不要只是让自己能够变得更加发达 自己的享受过得更好 而是假设说你能够用你的银鱼 能够去譬如赞助学校 然后能够回馈国家 或者是你可以捐赠出去 不管是在宗教佛教 或者是在医疗等等公益的任何方面 这也是善用你的财富 也就是说你要懂得不要让自己变成了财富的奴隶 也就是说自己虽然要从中获得快乐 可是如果你想的出发点都是先想到自己的话 你最后反倒你的心是被钱财给占据 那就变成自己成为财富的受困者 那这个议题的话有没有需要续谈的部分 我想我们的好朋友们对于怎么样好好来发挥财富的价值 一直都是很关心的 那有没有需要续谈的或者是我们有没有需要续谈的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下一个议题 这个议题是说怎么样修持或者用什么方法可以来去除我质以及贪嗔痴 今天人们在于贫富的身上 所以我们在贫富的人会被人者在贫富的身上 你们自来的贫富的人会被人者在贫富的人会 你不会尽贝富的人会被人们在贫富的人会 你不觉得自己是先岸与客户或贫富的人会 你不觉得自己坐 upon你 你会被贫富的人会被人家贫富的人会 你不会如想到贫富的人会 用其中 one事情 所有人在买下的买下 忠孖家有说 这个买下的买下 要 妈妈叫买下来 我们在买下 找我的买下 不能li手 把买下来 换下来 被买下来 拿下来 当家买下来 是先把买下来 买下来 今生买下来 又买下来 是先把买下来 买下来 那卡住,血档少少了 我慢了血档,血档就是促载地 但血档还有柳植许鞋 血档是 血档的东西 在这种药物的老师,每一 都要在这种药物放在这种药物的药物 在城市上有什么药物的药物的药物 它是木裸医学的药物 不过 这伤家 因为别人伤家 这样让人比较溏 但现在伤家有 blending的 有把伤家有 involvement 别搭了手 我们都不懂 你问我动了 它是庭活很好 所有的烦恼 无一例外的 都来自刚刚所讲的我知 也就是自我中心的执着心 哪怕烦恼多达8万4千种类型 它全部都来自于同一个问题 来自于卧智 那要解决我知要怎么办呢 最好的方法就是 饶意他人的想法 帮助他人的想法 就能够直接的对付自我中心 举个例子来讲 今天一个有智慧的妈妈 一个懂得慈悲的妈妈 她要帮助自己的孩子 如果她真诚的对自己的孩子好 她想要解决自己的孩子的问题的话 她面对孩子的态度上 她自然就不会带着 嫉妒孩子的想法 所以孩子就不会吝啬 就不会有害她的心 为什么呢 因为在背后推动她的是 源自于智慧的慈性跟悲心 所以她会对自己的孩子 是不使用她的烦恼的 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 有那么样多的冲突 很多国家冲突纠纷不断 其实她都是在一种 痛苦的恶性循环当中 发展的 我们在佛教当中称她叫等流果 就是相似的延续性 叫做等流果 比方说 当我今天是用 有害的想法去伤害别人的时候 害她的力量会反弹回来 那这样子的力量 一进跟一出 就是佛教所讲的等流果 它指的就是恶性循环 比方说 为什么会有杀害对方的行为 因为我们心里面有称恨 我因为怀着称恨去伤害别人 这个力量会使她也用称恨来对待我 所以她会杀回来 这样的话就造成恶性循环 但是称恨是不是别人的问题呢 称恨其实不是别人的问题 我们扪心自问 所有人心里面都有分分不平 都有称心 当我们有称心的时候 我们就像是那些 看似非常恶毒的动物 比方说蝎子被我们认为是 好像非常恶毒的动物 为什么说她恶毒呢 主要指的就是 它是一种象征称心的代表 当佛教在讲因果的时候 我们会说 每一刹挪每一刹挪的因果的变化 其实都来自于内心的想法 自己的起心动念造就了因果的关系 我们的生命形态也是这样子 因为自己的心里面的烦恼的强弱 就造成了现在的状况 不要说别的 以现在我们的当下的状况来说好了 在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人 我们都重视友谊 都重视人际关系 但是有一个人际关系 可以保证我们的快乐吗 实际上是不行的 只有和睦的关系才能够保证我们的快乐 比方说你跟别人是建立了 你们是有朋友的关系 但是这个朋友关系如果是冲突性的 如果是不和睦的 你心里面不开心 你可能会困在这个友谊当中 有些人可能因此就寻找你 这个表示什么 关系本身不见得能够保证你的快乐 但是如果你在这个关系的经营上面 你是带着慈心跟悲心去对待这个关系的话 那这个关系就会是健康 就会是友谊的 那怎么样去保全你的慈心跟悲心 怎么样去保全真正友谊的和睦的关系呢 你需要忍耐 你需要懂得安忍的道理 安忍可以作为慈心跟悲心的保护者 有了安忍 我们才能够真正保全自己内心的慈悲 懂得慈悲 这个就称为智慧 所以怎么样能够灭处我们的烦恼跟火值呢 就要懂得培养安忍 懂得培养慈悲 明白的 这个人在这种事情跟康獨不一样耐着 但是康獨不一样看起来 这土面是老师的 这种人都没有你 康獨不一样看起来 康獨不一样看起来 很多东西都还没有电关系 你说是在社稷的古典行的 不可以认识了 他 bate 然后 lado individuals DIE 那应该两者也会 Along 变得 你会 perch yan detailed 基典 此一国 も 这个 那些人都沒有,那些人都沒有了 而且我們的煩惱跟我們的智慧的強弱是息息相關的 它是懲罰力關係的 你的智慧越強,你的煩惱就會越弱 比方說當看待友誼這件事情 如果你有非常好的智慧 你就會曉得友誼之中出現問題的時候 不要把這個問題放在當事人身上 比如說你對方不滿,你產生稱恨的時候 這個稱恨本身的對象應該是你內心 稱恨這個煩惱本身,而不是你所稱恨的那個人 為什麼呢?你應該仔細想想 在人際關係當中會造成極嚴重的破壞 實際上是我內心的稱恨心 我的那個稱怒造這個嚴重的過失 造成了我會失去人脈,我會沒有人緣 所以真正的問題不是我不喜歡的這個人 而是我內心的那個不滿 我對別人的那個稱恨才是真正不好 如果你有智慧的話 當你在看待關係的時候 你不會把這個關係跟那個人扣連在一起 你會曉得人是人,然後煩惱是煩惱 你會把煩惱跟人抽離出來看 這樣子的話,你可以曉得我真正要面對的敵人 其實是稱恨,而不是我眼前喜歡的 而我眼前覺得有意見的這個對象 你把它分開來看的時候 那你才能夠讓這個關係是和睦的 才能夠是好的 如果你把你所不滿的這件事情 跟你所不滿的人結合在一起 那你就會對人不對勢了 對人不對勢的時候 那麼就會讓你跟這個稱恨沒辦法分開 跟痛苦就沒辦法分開 如此一來,那個惡性群毛會反覆的一直延續下去 所以一個真正有智慧的人 懂得怎麼樣去看真正的問題 真正的缺失是來自於自己內心的煩惱 來自於稱恨等等 來自於自己缺乏耐心 沒辦法包容他人 所以不要把這個稱恨跟你所不喜歡的對象結合在一起 這個覺得是想來智慧 好,那這個議題就是如何修持或方法 來去除我之跟坦誠時 這個議題有沒有揭曉討論的部分 可以嗎,乃華? 可以,好,那我們就進行下一個議題了 那等一下如果有極性的議題的話 也是可以提出來的 歡迎您提出來 有很多解決方式 我們是我們中間有來合理的 這個問題 很適合在日本的發言 或是我們也都是想來照顧 穿的這個問題 我們也可以來照顧 不去做愛好 我們是一人的 要是去照顧 我們要去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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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行的 这就是中介式的,当然,这方面都很强烈了, 人家所谓合的手呀他们也不去做 把孩子都去做 我最后来顾的手就去拿着手 推着手 然后一定要做好 那这样子对手拿着用 他们就在手指这样子就给我做了 人家就是用手指挂 学校就给我做了 人家就是把手指挂 能够在手指挂 大家熟了这个也是 全体转薰回家 从小伙伴来的地方 那些暂时 一些人acha 这些人 他们就这样 说一下 一定要 那边 就这么下去 ocus 我说几位子我 因为我喜欢 这边要去 这边对我 那在我这边 这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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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是 背中的 这边是 肯定是 这边是 我 我 这边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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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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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它说 它是中间的研究了 它是中间的研究是什么 最重要的研究是从研究最重要会的研究 如果能不能关门的研究 我就会需要有研究在研究中 对研究也不要研究 还没有研究研究还没有研究研究 没有研究 Solar的研究 而这研究也只是研究 它是在研究中的研究了 研究都可以研究到研究 我请绝强者的新金 高低起伏的问题还是要从认识因果业力下手 比方说为什么会随着经济起伏 随着自己的事业不顺而不开心呢 仔细想想问题还是来自于自己的烦恼 因为我心里面有诚心 我可能有嫉妒心 我有吝啬心 所以我可能在不顺的时候就起了胆念 但是如果说我真的没办法这样子 我真的是没办法妥善地经营我的事业的话 那我即使走了那些歪路 比方说我用偷抢的方法 我用制造低液品质的产品 或者是我们诈气的方法 难道我就能够真的得到这些东西吗 实际上也是得不到的 应该这样子去想 如果是作为一个管理阶层 你上面可能有企业主 你可能需要对他们做 你可能需要对他们负责 那也许这些人 你再怎么样努力 仍然没有办法 可是你已经尽力了 你应该要想到 我这样子尽力的话 即使很多事情是还是 看起来是很不顺的 但是这些不顺的事情 跟我过去所 因为烦恼而造成的这些负面的效益 都是有关系的 所以这些不顺还是会过去 而且它会消减我过去的这些负面的业 所以还是有帮助的 那如果你要具体改善这些方法的话 也可以采行一些善心 比方说你可以去布施一些食物 给一些小动物啊 给他们吃 如果做不到实质的布施的话 你心里面也可以这样想 就是与他们做分享 或者说如果你有信仰的话 你也可以想着去供养你的信仰的对象 如果你今天是信佛的话 你可以在心里面供养佛法生三宝 如果你是其他信仰者的话 你的心里面也可以想怎么样去赞美你自己 所信仰的对象 总而言之 当你面对困境的时候 不要一直想 不要一门心思只想到 我该怎么改善 我一定要如何让我有所得 不要只是一直想到 我要增进自己的所得 反过来想 怎么样能够帮助别人 这样子的话 可能反倒更加能够改善现前的状况 也就是 还是要多从英国业力的道理去想 要晓得能够获得幸福跟快乐 还是源于自己的慈心跟悲心 如果你懂得前后世的道理的人 你可以去想 正是因为我前世有了慈类心 所以我今生有一些比较好的条件 如果今生暂时有一些困境 有一些麻烦事情不顺 可能跟我过去的恶业也是有关的 我今生能够身为人 能够过得生活比较好 可能跟我过去有持戒律 我有善良的道德 比方说我在这个福气关系方面 没有 是属于循规盗取的 并没有公外行这件事情 这些都在过去生的道德 跟善行跟今生都是有关的 或者说我们从今生来讲 一个真正有慈心跟悲心的人 他会有比较好的容貌 比方说他看起来比较庄严 看起来比较恋真赏心悦目 看起来就舒服 可是心里面缺乏慈悲心 非常自我中心的人 看起来就是非常的阴沉 然后脸色也比较难看 常常就是反这张脸 所以在这当中还是要去想 到底什么东西是真正有益的 原来智慧是真正有益的 比方说佛法被称为内心的科学 或者说内在的教法 内在的意思就是 我们真正向内去分析 慈心跟悲心有什么样的优点 向内去分析烦恼跟这些负面情绪 有什么样子的过失 然后我们采行策略 这样的策略对于今生战时 跟来世 生生世世都会有帮助 如果你从这个观点去看的话 对于减除眼前的恶业跟障碍 都会有帮助的 付持台湾救狗协会 邮政华波 户名台湾救狗协会 华波账号 5001 6766 5001 6766 银行账号 银行账号 土地银行 005 账号 012 001 198 660 012 001 198 660 以任养代替购买 给浪浪一个温暖的家 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 高雄中山书方 陈真义工 恰询电话 07221 2323 07221 2323 地点高雄市 新兴区中山二路 472号7楼 台湾好 我这站屁股 台湾的COVID-19感染者 整条好强 旧用高雄 手朵七家好 吉家交付起源 抢断失水 重温掉 韩国主义七家整条有没有的变化 这说出现发生 也在其他的整条 做的现实推销药 和他准备好处的药物 仍未合得 这说由某个建设真条 强夹夹打一一挙 也在照VSQ的指示 以防疫查处 有约亲戚朋友接送 也在资格协议成本 这说由医疗止损需求 做的参考 欠报数的 实行证料指寻 也在用吉家交付医疗团 起的协处 上夫报复 一秒做三文 请他做防疫 ストロ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